到了秋天 天气开始转凉了 中医是怎么看这个季节的呢 温润肺的这种食物 这一集就请古医师来告诉我们 秋天如何养生 古人的智慧教您健康养收过好生活 欢迎收看谈古论经 化中医 一夜之秋 大自然的变化 让我们可以体察时节的转变 进入了秋天 天气也慢慢转凉干燥 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因应秋天来生活呢 今天就一起跟大家来探讨 很高兴邀请到台北上海同德堂国药号 胡乃文医师来到现场与我们分享 胡医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在秋天 中医师怎么看这个季节的呢 还是回到以前讲的 春夏秋冬 是从历春历夏历秋历冬开始算起的 这跟洋人的算法不太一样 洋人是春分夏至秋分到冬至 那么算是那一个季节的开始吧 或者是 但是在我们中国古人的讲法呢 却这个时间已经是到了中间了 是从历春历夏历秋历冬开始 历秋那个时候大约是在8月78号 也是阳历的8月78日那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所谓的是收敛的季节了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春天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万物在生 万物巨生 开始有一点点就繁荣起来了 那到长的时候呢就长得很大 好了 到了秋天啊 开始收敛了 要停下来了 天气开始转凉了 其实要说转凉了也不完全是转凉 所以我们还有一种 还有一句话称之为秋老虎 知不知道 有 秋老虎就是说三伏天那个时候 那也是三伏其实是一年最热的时候 也就是夏天啊 到了最后的时候 而在秋天的历秋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夏天的热还没真正的退去 秋天或冬天的冷凉呢还没上来 那个时候是最热的时候 刚好在那个季节交替的时候 对 所以三伏天呢 其实就是秋老虎那个时候 也就是那个热啊 甚至于会咬人的那个感觉 那种热就是特别 可是呢到了秋天不管怎么样 早晚开始真正的凉下来了 那个时候就要收了 那么养生呢就是要使智怎么样 以使智生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 使智往上升 往上生长的意思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使智无怒 就是智不要发怒 可是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呢 那就不一样了 他这个时候你看 他说所谓的这个智呢 他说无外其智 就是说你这个智啊 不要往外散了 要怎么样 要收了 无外其智就要不要往外 不要往外跑了 就是要收 也就是说秋天的最重要的事情 是收 是 所以他这边有使智安宁 使智安宁 无外其智 使智安宁 就讲这个东西 好了 所以你看 秋季的三个月 其实就是什么呢 以中国古收的讲法 以卯成四五位 生有序 到了生有序的时候 那就是秋季的时候了 生有序三个月 同样一天 生有序时呢 就是这一天的秋季 那这个时候都得要收 一天在这个时间收 那么一年呢 是在这个时间收 是这个意思 好了 秋三曰此之为荣平 然后天气已经开始 是怎么样呢 是开始要冷了 要急剧的收缩了 所以天气已急 地气呢 那个时候还很明 也就是说夏季 刚刚回山的时候 比较早了一点 比夏天要早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 睡眠就开始要跟着 这个日出日入的 时间差不多 要所谓的早卧早起了 那早卧早起的意思 就是说跟着 鸡的叫声一样了 鸡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公鸡提啊 就是在早上的时候提 晚上他也会提 那那个时候呢 他大概就是早卧早起的话 也就刚好跟鸡 差不多同个时间起 跟同一个时间睡 所以呢与鸡聚心 使至安宁已缓秋行 秋季啊 因为秋躁的那种状态 而且秋天呢 又是所谓的行 就是金行的时候 对有人就说秋觉嘛 对所以呢 古人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 处决人犯的时候 是要在秋天 就是因为秋天的时候呢 天气很糟 而且正好是金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用 用这个金属的那个时候吧 那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缓这个秋的行 那种行杀的那种状态 秋天是一种肃杀的 行杀的那种状态 所以呢要缓这个秋行 这个时候呢 把神器好好地收敛了 前面在夏天的时候 尽量地放 尽量地放 所以是生长那个时候 尽量地放 可是到了秋天 就开始要收了 那么是秋气贫 无外气质 这个质呢 不要往外散了 就是要收起来了 无外气质 是肺其轻 这个时候肺气 假如说太过于散的时候 你知道肺是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 一个就很特殊的一个丈夫 因为肺啊 它是冷了不行 热了不行 干燥了不行 湿了也不行 所以呢肺有一个名字 叫做胶胀 所以它也是变成我们健康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对 它又焦又嫩 焦嫩之障 所以呢就是你刚刚讲的 不咳那就是好了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 所以呢它要使得肺气氢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算是硬了秋气 这是什么 这是养收之道 所以你在这个 最前面的时候 在春天的时候 我听到你讲养生 是啊 夏天你就说养长 对 没错 秋气就是养收了 所以养收之道是这样 但是呢 你假如说 你这个时候 不好好的使肺气氢 使这个质呢 往外这样散的话呢 这就要逆之 逆之则伤肺 这一下子伤到了肺 那就糟了 伤到肺了以后啊 不是只有肺当时咳嗽啊 而且最 最糟糕的是讲 人 我们中医古人 一直都是在讲 治胃病不治乙病 也就是让这个病 不要再 不要再以后发生 所以你假如这个时候 你不好好的养肺 而伤到了肺的话呢 那个时候 冬天的时候就发生了 孙蟹 孙蟹是什么意思啊 蟹你总知道 就蟹肚子 蟹肚子 吃东西 不治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啊 那个孙 那意思就是说食物 也就是说 你蟹出来的这个东西里头呢 还带有食物粒子 不消化 也就是不消化了 不消化而复蟹 那这个时候呢 这种蟹就称之为孙蟹 里头还带着那个食物粒子 还带着食物的那种 那种完整的那种东西 又称之为蟹股不化 我们古时候叫蟹股 蟹股就是说 那股力还在 蟹股不化 不化什么 没有消化 蟹股不化而孙蟹 那这样子的话 怎么可以呢 所以在秋季的时候 要不伤到肺 秋季不要伤到肺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好 于是冬天 不会孙蟹的话 就可以奉藏 所以说假如 假如伤了肺的话 冬为孙蟹 这是奉藏之少 也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不能够藏了 以至于就孙蟹了 对啊 因为孙蟹就根本没有养分了 冬天怎么过冬 对 怎么过冬 是 生有虚 也就是从九月到十一月 这三个月是秋季 同样一天生有虚时 就是这一天的秋季 这个时候要早卧早起 把神器好好的收敛 使得肺气轻 才算是应了秋气 也就是养收之道 人家说炎炎夏日正好眠 但是夏天必须要早起晚睡 到秋天终于可以早一点睡了 那是不是可以平衡一下 我们知的那个身体的一些修养状态呢 是这样子 到了秋天的时候 因为太阳呢 它已经比较夏天的时候 稍微早一点点入山了 是 所谓的当然就应该是照着 秋天的那个太阳的脚步来生活了 是 古人就都是照着这个脚步来生活 而不是说像现在有了电灯啦 有了什么东西以后 你就 你自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 比古人要来的好得多 你看我晚上也可以工作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工作 都可以赚钱 古人不是这样子 古人所以他们生病呢 跟现在人生病的状态也不太一样 现在的人生病 你看肺的毛病常常是占相当大宗的 对 尤其是现在所谓的过敏的病 过敏的病呢 什么肺气喘啊 什么这些问题都容易出现 那么古人呢 他们在这个秋天的时候 认为是 刚刚从热到凉 这中间的过度的时候 这个过度呢 就一定要赶紧地收下来 所以呢可以养肺 但是这个养肺呢 因为肺要是说 养得过度了的时候呢 这个秋天的这个灶气 或者秋是所谓的筋的时期 筋能克木 所以呢很可能会造成了 肝不好 伤到肝了 因此呢在这个时候 要平筋而让肝木 不要过度的被伤伐到 因此呢可能我们要吃一点 比较酸的食物 让这个肝稍微被养起来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肺就不容易来伤肝 大概是这个意思 讲到这个灶啊 就是在秋天 我发现很多有关 平常可能没什么会犯的疾病 在秋天特别容易 是因为它秋天呢 春你知道春风春温 下热下火 到了秋天的时候是秋燥 秋凉 那燥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了肺的问题 肺呢是最怕又怕冷 又怕热 又怕湿 又怕燥 所以它什么都怕 因此呢这种叫做嫩脏的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给保养好 这个时候太燥了 你就把它给温润一点下来 太寒了你要把它给温温的温起来一点 这样才可以 因此在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我们能够吃一点什么保护肺的食物 或者保护肺所煮的皮肤的食物 皮肤的也可以 就比较好 皮肤是属肺所管的 肺煮皮毛 所以毛发上面的问题都找肺 因此呢你把这个润一润 它就反而好了 所以你看像现在有所谓的异味性皮肤炎 气喘等等 这些是皮肤的问题 是这个肺气喘的问题等等 都是在这个时候来好好的养它就行 所以秋天是一个很重要 我们皮肤上的毛病 要好好把它收起来 所以在我呢我就想 可以利用像是人参麦冬 五味子之类的这种 又补气又补肺的这种药物 或者叫做饮料 或者是用一些什么其他的像是百合 什么莲子 银耳等等这些 温润这个肺的这种食物 还有呢甚至于我们可以利用 像是按摩一些穴道的方式 来使得肺能够受到一种好好的保护 哪些穴道可以保护肺啊 例如保护肺的话呢 像是河骨啊取齿之类的就可以 你看河骨取齿我们在针灸大城里面记载的 河骨取齿它都能够治疗所谓的 骚痒加戒 也就是说皮肤上面的骚痒等等 那其实我用现代的语言来讲 就是过敏就是过敏性的皮肤炎 你都可以用它 而且呢它又能够帮助什么 能够帮助鼻子肺等等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大肠筋的穴道 它能够进入肺进入鼻子这个地方 而且大肠与肺又相表里 所以呢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话呢 你把大肠给好好的顾着了 其实也就是顾了肺了 就这个意思 我们中医治病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护肺为表里的可以治病 还有呢就是这一个脏腑 它管制的这个经络 例如皮肤啊或者是蛇啊 或者是眼睛啊或什么 它都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皮肤呢刚好是肺所管 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来 好好地保养你的肺是正常的 所以在秋天 我们在生活上要做哪些调节 除了心态上 我们要可能刚刚讲过 要比较安宁一点 对是的 要安定平和 而且呢因为秋天的时候呢 它属于躁 而且又是刚刚好 从夏天那个热来的 所以会烦躁 那个烦躁就是头脑热拉 还有就是心里面 也会起那种躁动了 所以这个时候来 好好地把这个心情给适合 前面不是讲了吗 是治不要怎么样 不要外放 那就是把它给稍微收敛 那么这样就会很好 那么所以呢 你看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动作要放得慢一点 情绪要把它给变得稳定一点 其实这个不是说只有在秋天的时候 好像春天夏天都这样 其实春夏秋冬都是一样 你把你的心情放稳定 放不要躁动 其实就已经是最好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例如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 这个收敛一下子心神 我想大概是最好的了 那还有呢 就是前面也在这个《皇帝内经》里头 也提到过 假如说我们逆了秋季养肺的这个状态 也就伤到了肺的话呢 很可能到了冬季的时候就不好了 会有肠胃的问题 所谓的孙泻的状况就出来了 也就是泻肚子 而且还顽骨不化的泻肚子 那就很糟糕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好好地养养肺比较好 是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都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 或者是皮肤上的疾病 那秋天是一个很好的调养的时间 希望大家也好好地把握 现在的人生病 肺的毛病占相当大宗 所谓的过敏 肺气喘之类的 肺怕冷 怕热 怕湿 怕燥 又怕干燥 因此叫做嫩脏 一定要好好地把它给保养好 可以利用人参 麦冬 五味子之类的药物 或者饮料来补气又补肺 或者百合莲子婴儿等 这些温润肺的食物 甚至于利用按摩穴道的方式 使肺更能够受到好好的保护 要怎么吃才能保护焦嫩的肺脏呢 等一下一起来跟我们学做养生料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介绍的养生药膳是 双冬百合白木耳莲子汤 我们今天所使用到的材料会有 白木耳 还有我们的百合 还有我们的红枣 麦门冬 天门冬 橙皮 莲子 这个也是百合 这个是还没有浸泡过的 那这个是我们已经有浸泡过的部分 那我们在煮这个养生药膳的时候 我们的白木耳跟百合 必须用水来浸泡大概30分钟 泡30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的地把它给去掉 然后轻轻地把它拨到我们的碗里面 那这个白木耳我们又称为血耳或云耳 它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可以增加我们肌肤的弹性 还可以轻阴润肺 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所以呢这个银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养生圣品 人家说内行人吃银耳 外行人吃燕窝 好 那我们再来加入我们的百合 百合它可以润肺止咳 还可以安心凌神 还可以强化我们的记忆力 然后它还有含有黏液脂跟维生素 可以促进我们的皮肤的代谢 也可以让我们养颜美容 好 我们现在就这两样放进来之后呢 再把黏脂也一并给它放进来 我们加入大概800cc的水 之后呢我们这个广城皮跟二冬 二冬就是天门冬跟麦门冬 这个部分我们用布包起来 为什么要给它包起来呢 因为这个其实它直接吃口感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就用布直接把它小布袋给它装起来 那装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它一样药效 经过我们的喷煮30分钟之后呢 它其实味道是可以释放出来的 好 我们就加进去 一直让它煮 我们会来加入我们的红枣 红枣呢 它可以补充益气 强化我们的脾胃 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还可以安我们的五脏 什么叫安五脏 就是让我们安心 凌神 我们人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烦躁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做甜的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再加到我们的冰糖 冰糖的部分呢 我们会在这个快好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加进来 好 这个甜度呢可依个人的喜好而增减 那我们再来加一点黑糖 那为什么说我加了冰糖 为什么要加黑糖呢 其实第一个它可以增加它的口感 再来呢 黑糖其实它还有一点补血的作用 再来呢还可以增加它的色泽 它的色泽会比较好 其实一个好吃的东西呢 我们除了它本身的药效之外呢 它的色香味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 那我们这样充分搅拌之后 我们可以再给它焖个大概 滚了之后大概给它焖个十分钟 待凉之后就可以吃了 那有的人说 我们家有我们老人家 他想吃热的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们这个是冷热皆可食用的养生药杉 双冬百合白木耳莲子汤 材料有 百合白木耳莲子各一两 大枣八颗 天东麦东各三前 广城皮两前 调味料 冰糖黑糖适量 做法 百合白木耳泡水三十分钟备用 白木耳泡软取地 切小碎备用 天东麦东广城皮 洗净一步包 以水八百cc 加入除红枣之外的所有材料 煮三十分钟 再加入红枣 冰糖黑糖充分搅拌 滚了之后再焖十分钟即可 古人对于秋灶早就有良方 有这么一句话说 招招盐水 碗碗蜜汤 意思就是说 喝点淡盐水 可能能够保护身体的水分 不要太过度地排出去 那么喝点蜜汤呢 也能够滋润皮肤 如此可以使得肺皂改善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